第六 他说像压鬼或借用身体这样的事情 去找外道是否会破坏学佛人的形象 真能彻底结这个结这素的问题吗 不能 你要找外道 人家用符咒的方法了 来把这些冤心债主去走 他还在 他那个怨恨没下处 那些用这些法蜀把他去走了 他离开一时 道尼运衰的时候他又来了 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 譬如说我们欠人家钱 人家来讨债了 我找一个有势力的人 找一个黑帮的老大 或者找警察来帮我的忙 把他赶走 人是赶走了 他怕你赶走了 这也没还清啊 到我这些事 帮助我这些势力的人离开的 他又来了 所以欠钱都要还钱 欠命都要还命 离所当然 赖不掉的呀 所以这个不可以找这些外道用法蜀 这个不好 我们规规矩矩 用佛法 和情和理的来解决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